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群兴奋的考古专业学生来到田野中 这里是镇静中外的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一部分 他们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毕业实习 陈德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领队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这是由他主持的对三星堆遗址的再一次发掘 这是一片位于田愁中的台地 台地是田野考古关注的重要地形 从它的形成原因中 考古人员往往能找到远古的人们活动的蛛丝马迹 今天有关这片土地下的所有悬念 都来自于1986年的那一次重大发现 1986年的盛夏时节 在广汉月亮湾农村 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的土堆附近 农民们正在取土烧砖 突然 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散垂玉片 出现在土层中 闻讯后 十年33岁的陈德安 与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很快 一个形状奇异的人头像再次出现在土层中 1986年7月19日 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了 随之而来的发掘中 各种令人惊惧的人头像 像传说中的天神接踵出现 他们奇怪的形象 令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不知所措 仿佛置身在迷幻的梦境中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 广汉天野中的发掘 一直持续到当年的9月17日 天野中的每时每刻 陈德安几乎都处在巨大的惊恶和兴奋中 他隐隐感到 酷热中的每一个瞬间 都在改变着他的人生 他意识到 在这一切的后面 一个震惊人寰的奇迹 就要出现了 那些其他的 看怎么办 距离发掘10年后 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也在遗址旁修建起来 那些奇特的出土器物 被展现在公众面前 对于每一个参观者 他们也就是一个觅乐的 都透着难以言状的神秘 人们对这些 他们生活与经验之外的物相 做出种种猜测 考古学家相信 这一切的后面 有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 三星堆的出土器物 很快就令全世界震惊 国际媒体和研究者 将这次发现 与古埃及 巴比伦 古希腊 玛雅文明相提并论 将它成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对于1986年的那次重大发掘 后来的考古发掘报告称 共发掘出青铜器 玉器 金器 陶器 石器 象牙等文物 一千余件 并根据发掘出地名 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星堆 如今 它只剩下半个残堆 它曾经因为三个巨大的土堆 形似星辰而得名 1986年的重大发现 紧邻三星堆残堆旁 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 在三个土堆四周 许多远古奇物 被村民们屡屡发现 这个范围远及广汉县南星镇 和三星镇五个村落 达12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这是广袤的成都平原的北沿 成都平原 是由敏江和驼江水系 冲击出的巨大平原 因为有丰富的水源滋润 这里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 乡村与城市的历史 都与华丽附属连在一起 许多王朝的遗孕 存留至今 成都平原 幽济可熏的文明史 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而在更早的岁月中 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 这片神秘地带 集中着长江上游的 许多重要水系 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克 找到长江的上渊金沙江以前 闽江一直被认为是 长江的上渊 河流是文明之源 三星堆的发现 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 这条水量超过黄河数倍的河流 1929年早春时节 人们正在忙着春耕春波 这天 广汉月亮湾农民烟岛城 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 饮水盖田时 意外地挖出了一批古鱼石 惊恶之鱼 父子俩将古物藏于家中 两年后 英国传教士董一督来到广汉传教 这个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 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 不久 西之此事的他 辗转从烟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 随之 这几件古物 又传到了当时在成都 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 美国人类学家 葛维汉的手中 1934年 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 来到烟架院子 首次发掘 他果然 霸到了六百多件文物 发掘于十余田后因故终止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 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 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 几乎就在烟石父子发现古物的同时 1928年10月 由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进行的 第一次考古发掘 在黄河流域 拉开了序幕 发掘随即令局势震惊 考古人员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朝代 殷上王朝 这是当时发现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庞大帝国 河南殷序的发掘 从1928年开始后一直持续 数十年中 已发掘出60多座宏大的宫殿 总庄 上千座祭祀坑 车马坑 殉葬坑 一百多座房子 数以万计的青铜器 甲骨等器物 以至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 殷序的发现 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 提前到三千多年前 这些发现 这些发现 与后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 养勺文化和龙山文化一存 确立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 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 2005年的发掘 是三星堆遗址 自1929年发现以来的第18次发掘 经过十多天的寻觅 陈德安和队员们 已经找到这片台地 为古人人工夯柱的线索 但在考古发掘中 许多线索与重大的发现 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七十多年中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 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几 从1986年的大发现以来 陈德安一直留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 他有幸触摸到了长江上游 古老文明的一扇大门 并继续自己充满悬念的职业生涯 通过这一次发掘还不能完全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那么也可能会通过这一次发掘 那么为今后的发掘也会提出新的问题 继七十多年前 那次识破天惊的发现后 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 冯汉记是当中的重要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 冯汉记就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 进行考察发掘 1963年 冯汉记在现场调查时 一语惊人 他认为 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 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独一 远古蜀国 远古蜀国 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 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 但这个概念 却毫无疑问地 为他们后来的探寻之路 提供了一个坐标 在上个世纪的阴虚考古中 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 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 研究者在一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 发现了大量的鼠字 他们认为 这些象形的组合 是眼睛和桑蚀的形态 神话般的古史中 鼠人正是羊野蚀的纵目人 而在当时 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 有关长江上游 这个古国的一切 仍是欢迎 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泄小 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这些来自七千余年前的稻谷 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 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于瑶县的 河牧渡村 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 时间比黄河流域 养勺文化还要早一千多年的 古人类文化遗址 进科学测定 六七千年前 河牧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 种植水稻 修筑房屋 他们住处的大面积木构建筑 工艺复杂 是中国损某建筑的十足 学术界认为 河牧渡遗址的发现 把中国的文明史 往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长江流域 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是距离河牧渡遗址不远的 梁祖文化 它所在的时间 大致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 它已无以伦比的玉器 著称于世 专家分析 梁祖文化的主人 就是传说中 与皇帝大战的赤油一族 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 上个世纪中晚期 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 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一村 这一系列发现 使人们开始关注 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 而在长江上游 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 仍然还没有结果 那次发掘是三星队遗址 栗子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里程碑式的发现 就在这过程中呈现 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 惊天动地 此时考古学家 已在这片原野上 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 到了86年的时候 应该说是空前的 大规模的发掘 把整个的现给它理起来了 就整个这个几千年的历史 一层一层的 把它都把它找出来了 考古学家林相 是冯汉记当年唯一的研究生 23年后 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 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 在自己年余半百时 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 正渐渐变为现实 每一代人就完成了他一段 应该说一个重大的发现 绝不是一出即旧的 而是长期的 很多学者 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 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 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 具有类似规模的洋洋大国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 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二十年前 这件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 令在长的所有人百思不解 就不晓得是什么 当时他们说 我这个皇帝 就是去他民国皇帝的包装 一直 要下来把他撕一下 又那么宽又那么大 那他坐了下 最后一轻的 翻转过来看 是一个 像人力一样 又眼睛鼻子的一个大面具 当年 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贤丹 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 就像螃蟹的那个眼睛结构一样 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 那么只说发现之后 就是根据这个发现之后 我们才联想到 这个古代文献记载的 这个古熟人 这个熟人是这个禅宗仲目 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 可能宗目是不是就这个 就这个面具了 这个宗目的 因为原来文献上 记载这个宗目 都没说清楚 到底宗目是什么样的 对于远古蜀国 历代史书的记载 仅只言片语 当青铜 宗目面具出土后 人们想到了早已被遗忘 和曾经不足为信的古文献 实在 古蜀人的第一代国王 名叫禅宗 他被描述成一个 长着纵目的人 纵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是深和长 对不对 我们说纵队和纵连环 向众生发展 它是想表现 他的祖先的眼睛 就非常非常犀利 巴蜀之地 自古与雾碧日 古墓参天 专家们相信 纵墓 是被古蜀人神化了的祖先 它的背后 是古蜀人现实的生活愿望 他们希望自己的目光 能够穿越雾隘 看得更远 典籍中神化版的古蜀王国 就这样以神化版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面孔后面 仿佛都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 却又分明让人感到如此陌生和遥远 那次非同寻常的发现 使数千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 变得可以触摸 这些出土器物的主人 生活在与黄河流域 商朝人几乎相同的时代 在古史中 勤灭巴蜀以前的四川 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 三星堆人 突如其来的高贵文明 在我们今天看来 仍不可思议 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 玉器 金器 和陶器 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 也流露出温情有趣的生活 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 意味着古蜀人生活的环境 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 三千多年前 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已经拥有 非凡的想象力 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树 在他们周围的山脉河流中 蕴含着丰富的金属矿藏 这些人 用青铜 筑出自己看到和想象中的一切 并赋予他们神性的色彩 和理想的光运 我们在中国的古文明中 几乎见不到这种赋予立体 和空间感的青铜人物 而这些青铜像体积的巨大 甚至是当时世界青铜文明史中 独一无二的 这一批青铜造像的出现的话 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 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 而且我们现在对比一下 我们周林的这些文化 或者是比较远地的这些文化 来比较的话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的话 它应该是体现了三星堆文明 它自身的特点 三星堆遗存中 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是 大量出土的金器 它们的数量 形质和器物的体积 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 绝无仅有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 对早期国家的界定 包含了一个重要因素 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 而在三星堆 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 这些器物本身 就印证着长江上游 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 声音乐 《山上游》 这些器物本身份领袖的 一个巨大的王国 他炫目 喧嚣 富庶 除此之外 祭神和巫术 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内容 为此 人们为神灵准备了 用于祭宪的牛 羊 鹿 大象和人 巨大的青铜树 青铜丽人被供奉在高高的神坛上 然而 这群忙碌而庄重的祭祀者 又是什么人呢 确切地讲 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 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一些悬疑的破解 带来更多的迷 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 与古国相关的成员又在哪里 1986年 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 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 他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 几千年前 人们曾经将他们砸碎 灼烧 这些人 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 并草草埋入泥土 那一刻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出现 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三星堆古国的轮廓 在考古发掘中渐渐清晰 然而 一个更大的谜团 开始困扰考古队员 遗址中 没有找到任何人类的遗迹 那么 是谁创造了这一切 他们从哪里来 又为什么突然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请收看猜想三星堆质 古属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